许其亮说 习近平主席指出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 就发展两国两军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为我们提供了战略引领 希望双方共同促进两军关系的发展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贡献 马蒂斯说 两军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 我们有信心与中方共同努力 构建建设性两军关系 双方还就亚太形势 台湾 南海等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